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们的本能呢 也会同时觉醒 相比那些高阶堂魔 小刃堂魔只不过是最低阶的堂魔之一 但是即使如此呀 他们强大的攻击力 依然让他们在低阶魔中的声名狭耳 但是 和他们的强悍的攻击力和华丽的刀绝魔弓相比呢 他们的防御力却低得可怜 他们身上薄而脆的魔甲 简直呢 像纸壶的一般 几乎没有办法抵御任何的攻击 这也是几乎所有堂魔的弱点 鉴于小刃堂魔的这种特性 他们更多充当的是战术单位 而不是主战单位 这公孙居然埋伏了一队小刃堂魔 而且数量还不少呢 来不及让他多想 黑亮的刀光呢 如同拍暗的潮水一般的层层叠叠 一波接着一波啊 整支队伍就像一把滚烫烧红的刀 轻松的从冻油块中一滑而过 小刃堂魔 超过铜阶魔的攻击力 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狐妖的大军呢 被拦腰斩断 这支小刃堂魔的队伍 此时也被折扣得七七八八不足一半了 被压缩到战场角落的队伍同时发力 就像是一个被压缩到极点的堂皇 突然爆发出所有的力量 直阵阵形立即从圆形啊 变成一字形 两支队伍从左右同时杀出 沿着狐妖大军的两个侧翼疯狂的反扑 狐妖看着变故呼声的战局并不惊慌 对方的反扑虽然灵力疯狂 但只不过是强弩之末 他毫不犹豫的把队伍压上去 外围呢 也不主动攻击就是了 只要粘住对方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他心中呢飞快地计算着他在等待对方立接的时间 一旦对方立接便是他反攻的机会 队伍中间已经叙事待发 接下来的攻击会有如雷霆迅速地摧毁对方 他相信 对方队伍的崩溃啊 就在眼前 这一幕已经反复上演了无数次了 至于那一队残余的小刃堂魔 他完全不担心啊 小刃堂魔脆弱的防御 在这样密集的战场上 意味着他们只有一击的机会 他们的攻击力再高 也会迅速地消失殆尽 至于那两只像侧翼突围的队伍 现在既然被粘住了 那就别想再逃掉了 仆妖心中冷笑 公孙的率赢 肯定就在这两只队伍中的一个 在一战其中呢 只有当最高统帅被干掉 才会判定战败 公孙的最高统帅啊 一定隐藏在 这两只伺机突围的队伍之中 小刃堂魔拦腰切断 然而就在此时 惊变突生 那道刚刚折损过半的小刃堂魔呢 突然又分出了两只小队 直撑扑腰的后阵 这是干什么呀 扑腰有些不解呀 两只小队 每队不超过二十 这样的小刃堂魔小队 根本没有太大的作用 小刃堂魔队是常见的突击队 但是他们脆弱的防御 注定他们极短的战场生命 如果对方的阵型厚实 想要完成穿刺呢 就必须有相当的数量 像刚才呢 这只小刃堂魔 之所以能够如此 利索地切断他的队伍 得益于这只队伍有一定的厚度 他就像是一把冰刀呢 虽然锋利 但是会迅速地融化 如此小的小队 除了能造成一定的杀伤之外 根本对战局呀 还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 忽然 最前面的那只小刃堂魔队 亮起了刺目的光滑 不对 这不是小刃堂魔 扑腰的血筒猛地瞪圆了 脸上尽是不能置信的神色 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呀 扑腰被切断的后方阵营中 出现了一个豁大的口子 这光滑扑腰认识啊 囊鱼魔训报 扑腰立即反应过来 这两队呀 根本不是什么小刃堂魔 全都是囊鱼魔 利用幻术 水雾幻术 没错 如果是自己呢 也一定会选择水雾幻术 这些由无数的细小的水雾 组成的幻影呢 会牢牢地吸附在 被施法者身体周围 关键是啊 这些水雾呢 能够提供囊鱼魔充沛的水气 囊鱼魔啊 这是谁也不愿意招惹的东西 它浑身上下呢 有着不计其数的小囊 这些小囊里击尾着 它们平时从汪洋中吸取的水粒 一旦遇敌 这些精纯的水形之力 便是它们攻击敌人的力气 没有招惹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 而是它们的训报 这是囊鱼魔呢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最后手段 囊鱼魔的训报 威力 极其的恐怖 就连比它们高阶的魔 也是吃不消的 再加上它们的智力 并不发达 汗不畏死 一旦招惹呢 等着两败俱伤吧 可是仆妖还是反应慢了半拍 第二队囊鱼魔呀 也一头扎进了刚刚炸开的口子 又是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呀 仆妖的脸色奇差无比 它后方的队伍后视 这两队囊鱼魔训报 顿时让它损失惨重 不过呢 它心头也是微微的松了一口气 这次的战局 只有几处不大的湖泊 囊鱼魔的数量不可能太多 公孙应该再也没有囊鱼魔了 等等 狗羊的脸色突然再次变化 他猛的意识到 自己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囊鱼魔的训报 虽然说威力强大 但是几乎呢 极少被使用 是因为一战旗的一个设定 在一战旗的设定里边呢 囊鱼魔的训报 只有在一个条件下 他的目光呢 转向了试图突围的两支队伍 原本应该疯狂突围的两支队伍 在蒲瑶眼中 却总有那么几分 若寂若离的感觉 没错 血统陡然收缩 蒲瑶的目光凌厉森然 公孙的最高统帅 不在这两支队伍内 而是在 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后阵那队 剩下的小刃堂魔 在那儿 直到此时啊 蒲瑶才领会到公孙的所有的作战意图啊 一直被自己压缩到角落的队伍 是一个幌子 而埋伏在半路的 这才是中军 这是一个圈套 一个极具欺骗性的圈套 就在蒲瑶明白是 囊鱼魔的训报 他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啊 从来没有人用过这种战术 在一战其中 对囊鱼魔的设定是 只有在最高统帅的直接指挥下 他们才会同意训报 一直以来啊 囊鱼魔都更多的充当 最高统帅面前的最后一道屏障 公孙的意图根本不是偷破包围 而是呢 狙杀着蒲瑶的最高统帅 不知道为什么 蒲瑶只觉得一股凉气 从心里边的直往上冒啊 整个战场中所有的队伍 全都是弃子而不 全都是炮灰死士 两支做幌子的队伍 需要吸引前军的注意 就必须呢 让对方粘上来 为几方呢 争取时间 等待着两支队伍的 只有全军覆没 而几方中军呢 也注定只有一个下场死 哪怕是公孙最后能够击杀 他的最高统帅 也不可能的 从如此厚实的包围中冲出去 为了不引起蒲瑶的警惕 伪装小任唐摩的中军禁卫 人数也不太多 结局自然注定了 换句话说吧 这场战斗 公孙根本就没有想过赢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一起死 这个疯子呀 唱京王每日内容持续更新 超苦声音 尽在唱京王 3w.听报.com 左墨暗奈胸中翻腾的杀鸡 悄然的翻上了山谷崖壁 沿着崖线呢 有如一缕青烟 悄无声息的贴地飞行 彩虹视野内 脚下山谷黑森森的雾气翻滚 于是一片死气沉沉啊 红斑蝶虽然拼命的在吸收毒物 但是山谷的毒物 实在太过于厚实 半天不见洞见 雷鹏三个人看不到毒物 心中不明所以啊 但是三个人不笨 立即就猜到了老板 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了 心中警惕之余的 一是相当的凛然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老板杀气腾腾的模样 木然的脸上呢 没有半点表情 就连目光 似乎也不见什么变化 但是目光偶尔锋芒乍现的杀机 居然周围的空气都带上了凛冽的味道 高速飞行的老板 没有带起一丝风声 让人不由想起了麻烦 不过和麻烦伪装成无害 不引人注意不同啊 老板虽然也是悄无声息 但是呢 却如同一把能够吸收光线的黑剑 引力之下浑身每一寸都是锋芒啊 山谷的另一端 孔三有些惊惧的盯着远处的黑葫芦忍不住的问 这法子有用吗 黑葫芦通体漆黑发亮 葫芦嘴被揭开了 孔二盯着黑葫芦有些得意 但眼底深处却是清晰可见一抹恐惧 放心 这谷口每到傍晚之时啊 便会起风 这枫叶奇怪啊 只会沿着山谷吹 不飘到谷外 这六毒玄壶炼制更是不易啊 当初从胡矮子手上讨来 可是花费了不少的代价 但把大哥的仇报了 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去哪儿啊 孔三问 先离开这儿再说吧 此毒奇毒无比 无色无形 一旦沾染呢 初识难察觉 却是无药可救哟 孔二有些可惜的说道 这六毒玄壶威力虽大 运过一次也就废了 孔三点头应道 有些愤懑的说 赤尊者太不上道 咱三个给他卖命这么久 大哥尸骨未寒 他竟然不肯替大哥报仇 哼 不错 孔二眼中的流露出了一丝怨毒 可惜啊 六毒玄壶只有一个 否则的话 定要让他也尝尝 可忽然眼皮一跳 脸色大变 小心 脚下用力 猛的弹起 一把飞剑擦着他的腰侧 无声无息的飞过 他身上的光芒的陡然一亮 一套银色灵甲显现了出来 孔三心中顿时一惊啊 猛的向一旁闪过 身上一阵光芒闪烁呀 红色灵甲 把他裹得是严严实实的 刺到人影的 毫无声息的出现在了两个人的周围 被包围了 两个人心中顿时往下一沉啊 雷鹏三个人啊 之前呀 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 当看到两个人和那个黑葫芦 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左墨对自己刚才偷袭的那一件 非常不满 不过呢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在无空山的时候 他才筑基 李水剑爵对于他来说足够了 可是放在基本只剩下 宁脉修者的小山界 李水剑爵的威力 就有一些让人没有办法满意了 自己缺乏偷袭的手段 左墨心知肚明啊 他打亮起了面前的两人 银色灵甲样式颇为独特 由无数的枝节片大片的这个银铃组成啊 隐约可见一只阴冷的大蟒盘质其间 游走自如刚才硬挡左墨一见 灵甲安然无恙 可见其牢固啊 另一个人的灵甲呢 那也是相当的不凡啊 通体深红 大而远的便能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左墨有些惊讶 这一件灵甲竟然是用罕见的血链之法链制而成 不过在左墨眼中 这一件灵甲却是件半藏品 若是链制到位 绝对不会有如此浓重的血腥味 不过它更多的注意力也还是落在了不远处的黑葫芦上 彩虹视野内黑雾呢就是从这个葫芦内源源不断的涌出 这黑葫芦啊十分的不凡 心中凛然 左墨呢却没有丝毫的迟疑 断然喝道 杀 雷鹏三人立即动手 雷鹏的冤魂刀绝 松茹的天波全绝和黏绿的莲花剑绝纷纷出手 三人配合已久啊 日益默契 在营地里边是战斗力最强的小队之一 孔二和孔三呢 反应极快 只见孔二双手一掐法绝啊 一道光圈出现在两个人身边 孔三顿时屈指一弹啊 一脸光芒恰好没入到了光圈中 光圈骤然一亮轰然炸开啊 雷鹏的刀芒 踪如的拳芒和黏绿的剑芒 与扩散的光芒一处顿时粉碎 于是未觉得碎芒如同气浪 朝众人士席卷而至啊 左墨心中顿时凛然啊 不敢怠慢 右手并指空中勾画 斯拉清响啊 无数电芒早然亮起 有着无数银蛇奇奇的 朝左墨指尖前端空出汇举 眨眼之间呢 一枚有如鹅蛋的雷蛋成形啊 通体呢 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阳煞刚雷 孔二孔三 脸色齐变呢 刚雷 他们没有想到竟然是刚雷啊 不光是他们 就连雷恒三人呢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一脸京俱的呢 盯着这左墨指尖那枚小小的雷蛋 刚雷 雷鹏他们平时从来没有见过老板出手 在他们眼中呢 左墨这个老板的存在感太弱了 更多的时候啊 老板充当的是类似后勤的角色 以至于雷鹏他们对左墨的敬畏 还不如对公孙的敬畏 如今看到老板展露出惊艳的一手 雷鹏他们心中的惊讶可想而知 三人之中最为镇定的 大概便要数这宗儒了 只有他呢 亲眼见识过老板是如何使出流利天波的 不过此时呢 他也同样没有办法保持镇定 刚雷虽然说不常见吧 但是偶尔呢 也能看到有人使用 他们并不至于一见到刚雷 便大惊失色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 老板对刚雷的强力的控制 他们甚至没有感受到刚雷所独有的 充满毁灭性质阳质刚的气息啊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老板对刚雷的驾驭能力确实是惊人啊 刚雷的威力素来深得修者喜爱 但是相应的呢 即使他们的难度也令人望而却步啊 这枚小小的雷弹 刚雷的气息全无 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威力 孔二孔三小得厉害啊 不敢怠慢 只见孔二呢 生长一拍身上的灵甲 银色灵甲呢 飞出了一条大蟒 剑锋便长了 亲客之间 这条大蟒呢 便丈大到足足有十丈长啊 浑身呢 有如水桶般粗细啊 让人望而生畏 孔三顿时 口中念念有词 伸手呢 朝大蟒一点 一道血光 从那手指飞出 没入着大蟒的体内 大蟒嘶嘶的吐出蛇信啊 冰冷的眼睛里边呢 浮起了痛苦的神情 他的额头突然凸起了两个骨包 骨包啊 迅速的涨大 像是有什么东西长出来 哼 让着鲜红的 如同血山湖的脚 撑破了骨包 长了出来 大蟒眼中的痛苦之色散去 冰冷的舌头呢 紧紧的盯着左膜 左膜 目不斜视啊 就像没有看到这只巨大的血脚大蟒啊 小心的控制着指尖的雷弹 杨煞钢雷 作为他手上最强大的杀招之一 左膜花了大量的心力在上面啊 狐妖呢 也毫不吝啬指点啊 一招杨煞钢雷 竟然被他推演出了不少的变化 这招雷弹 便是其中之一 变化 虽然说增多了 但是 钢雷的预矢能力啊 却没有丝毫的降低 杨煞钢雷不同于其他修者炼化的钢雷 这招抽取的呢 是天地剑钢雷 调动天地威能 这才是小千叶手的精华所在啊 这也意味着啊 左膜需要极其专注的控制 他的神识还不够强大 雷弹成型的会有一个明显的时间 若是他的神识足够强大 他能够瞬间啊 抽走方圆百里内所有的钢雷 而现在 他能够掌控的范围 不过是方圆二十丈以内啊 还成 最后一丝钢雷被吸入了雷弹 左膜毫不迟疑屈指一弹 这雷弹呢 就化作了一道 置目的泛红的流光 朝两个人士直扑而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162回